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录一段开箱视频 为了索尼大好 我们的索尼相机呢 我们买了已经有一年多了 之前我是用的A7一代 后来换到了A7三代 然后我们命运都喘 后来又丢了A7三代 然后又丢了好几个镜头 即使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只剩下一个相机 加一个55定调的头 所以呢我们急需给它配一个合适的镜头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镜头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箱 这个细布 喜欢的红尼 打开箱 还有我先不 client 怎么不打开箱 就是这个说法 什么 我们就能去找这个 来到只要去 烤箱 出发箱 出发箱 所以答案揭晓我们今天买的就是腾龙2875索尼口的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呢在网上评测看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 画质不输和你自家的技大师头 但价格呢可能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所以我对这个镜头还是很期待的 那么接下来呢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把它上机测试一下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机 取下镜头盖 调到自动上 这就是它的操作 在操作界面下的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调到手动光圈 然后把它光圈调到 光圈调到 它最大光圈的是2.8 然后我们照几张相片试一下 我们用最长 最长焦段照几张照片来试一下 看一下这台的 通过一段时间使用呢 我整体感觉这个腾龙这个镜头做工还是非常结实 它虽然是塑料 虽然不是金属 但是你可以摸到它就是非常结实的金属 跟这个机身 这个金属机身的感 手感基本上差不多 除了稍微有一点 金属机身稍微有一点凉以外 基本上摸起来的结实程度差不多 然后再看它这个玻璃呢 是做工非常好 这边这个塑料一点瑕疵都没有 整体而言呢 是一个做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护肠头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跟我们之前 我之前的这个索尼自家的这个赛丝头 赛丝55的这个人像 551.8的这个人像镜头呢 做一些对比 这个呢就是纯金属头 它是赛丝的 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赛丝的logo 然后在细节 那个外观的细节上呢 当然腾龙这个镜头显然不如这个赛丝头做的细致 这个赛丝头全金属机身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小小的赛丝 赛丝logo 可以这样看一下 然后腾龙的整体就做工比较朴实 它一共有两个环 一个焦距环 一个对焦环 照动对焦环 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是所有索尼大法好的索尼相机用户们 出门旅行的必备镜头之一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第一期开箱视频 对焦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